再来国际新闻的部分 要大家持续关心到 拉法目前的最新阵状况 在哈马斯射击飞弹 针对台拉维夫之后呢 以色列马上进行反击 但倒霉的就是拉法式的人民了 我们就来看到在5月26号的时候 以色列进行反制 在深夜的时候空袭了拉法的难民营 总共的死亡数字已经来到了45人死亡 还有249个人受伤 数字是不断的在网上飙升当中 但是大家又在质疑以色列说 明明你有更好的反制的方法 但怎么又再瞄准老弱妇孺 尤其又是难民营呢 虽然以色列之前的说法 他们是针对一个资深的 高级哈马斯官员的帐篷来进行射击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最新说法是说 虽然精准的打中目标 但是弹出来的碎变点燃附近的燃料箱 引发大火 事实上从这个图你也可以看到说 整个难民营可以是被大火复制一去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这个难民营本身 它的结构它的建筑就已经非常的简陋了 现在再遇上大火这些难民到底要何去何从呢 针对这件事情 纳坦雅胡是怎么解释的 以色列总理说这样子的不幸意外 其实在描述这样的事件但是也一再强调说 是成功击杀了两名的哈马斯高层 但是对美国的角度来说真的是非常尴尬 尤其在人道主义还有他们本身跟以色列的交情上面 一直都是拜登身上非常成功的包 他曾经警告说这个以色列如果你再持续攻打拉法的话呢 我要停运一些军援 一度认为成功的影响以色列 但是恐怕是让美国政府被以色列的行为是再度打脸了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是 接下来美国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来深入 而且来加强管制呢 美国媒体就说了现在美国正在评估说在这一次攻打 而且攻击拉法的行为当中以色列是不是已经踩到红线 之下来军援的脚步会不会跟着影响 恐怕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 但是在昨天台湾时间的深夜的时候 其实也看到了在5月27号以色列的军方 也跟埃及军警呢发生了冲突 那冲突的地方就是拉法关口 当时是以色列的军方还有这个巴勒斯兰的人 有一些冲突的情况发生 惊动了当时驻守边境的埃及军警 没有想到在交火的状况之下 也导致埃及的边境卫兵死亡 但是从各个国际媒体的分析来看 包括是金融时报就说了 从这一次的官方态度来看呢 其实埃及官员是刻意的淡化说 没有啦这是一个小事情 而且呢在以色列的态度 也是希望大事化小 甚至声称说这样的事件没有政治的意义 也没有意思要把这样的事件再度的往上升级 不过现在拉法的状况当然还是国际社会 非常关注的除了我刚刚提到说 美国可能会针对这件事情来 暂时停止他们的军援之外呢 包括是在黎巴嫩还有法国也爆发了严重警民冲突 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美国纽约周一反以色列示威 不为细语高声抗议 在法国巴黎场面更激烈 闪光弹巨响 民众纷纷污住口鼻街头烟雾弥漫 因为警方发射催泪 但驱散情况更加混乱 这股力挺加烧的声浪不止在欧美遍地开花 北非也掀起示威活动 而警铃战火的黎巴嫩更不用说 抗议者遭狠甩在地住黎巴嫩埃及使馆前 警民冲突会引发众怒 就是因为以色列前一天大举空袭加萨拉法 目前罹难者攀升到45人 尤其被炸的地区都是安全地带 以色列面临各方质疑 总理纳坦亚胡罕见坦诚错误 但以色列政府发言人 另一头还在合理化攻击行动 怪罪是哈马斯导致伤亡 现在连盟友美国也不开心 军事行动不只可能影响美国军援态度 欧洲领袖也谴责 西班牙爱尔兰挪威要求国际约束 以色列终结对加萨百姓的攻击 TVB的新闻都表 而在俄乌战场上呢 现在持续战上风的还是俄罗斯 尤其根据这个俄罗斯的每日简报会 他们报告的内容是说 包括是哈尔科夫的村落 伊万诺夫卡 还有这盾内刺客的村落叫做内太洛卧 这些地方呢 其实俄罗斯都非常有信心 把它拿下来 但是呢乌克兰也不是好惹的 透过行动正值说他们的武器是有办法深入俄罗斯的 因为乌克兰的消息人士就说了 在5月26号这一天呢 乌克兰的一架无人机是深入了俄罗斯的奥伦宝州 而且呢在这个奥尔斯克市这个地方 它的预警雷达系统也侦测了 但是其实在这样子的意义上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这一次的行动 大家会特别关注特别讨论呢 主要是它的飞行距离非常长来到了1800公里 也创下了乌克兰军队的最远记录 其实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 代表说其实光是靠乌克兰自制的武器 就有办法打击到俄罗斯的境内 当然其实政治还有军事上的意涵 都是非常浓厚的 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现在压力最大的当然还是泽伦斯基了 泽伦斯基出访西班牙 他还是希望透过公开喊话的方式 获得更多西方力量的支持 他说西方应该运用一切的手段 逼俄罗斯跟他们来和平谈判 甚至其实在之前北约的秘书长也持续在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开放这些西方军援的武器 让乌克兰可以来攻击俄罗斯境内呢 在之前一直到现在都是有限制的 现在泽伦斯基也加入了这个呼吁的行列里头 吸压了一些合作伙伴 包括欧洲 包括美国 让他们可以解除禁令 有机会来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不过到底双方和谈有没有机会呢 据传现在俄罗斯总统也放出风声 要让两国可以坐下来谈 俄罗斯周末在出售锁定哈尔科夫市的 大型五金卖场攻击 攻击时间还选在大中午 根据卖场监视器 许多民众毫无预警 突然间卖场屋顶就被炸穿 冒出巨大火光 许多人不幸命丧炮火 乌克兰指出俄罗斯又使出相同的尽量 使用航空导引炸弹攻击 而且还投下两枚 讽刺的是悲剧前俄罗斯总统普钦 才释出这个消息 声称愿意就当前现实基础 与乌克兰停火谈判 事实证明俄罗斯还是说一套 做一套加大血腥攻势 哈尔科夫屋军人谨慎使用 所有的弹药避免浪费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来到神秘地点 直击乌克兰加紧训练先兵 练习使用英国提供的 N-Law轻型反战车武器 另外俄罗斯境内的贝尔戈罗德 周末又响起空袭警报 乌克兰对贝尔戈罗德州 持续打击 敌避的当地民众又得摸黑逃难 紧急狂奔到附近的防空洞 尽英国当局松口 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武器 攻击俄国本土 为了提升全民防卫意识 现在英国也考虑要恢复 一年征兵规定 至于不想当兵的 可以选择每个月 花一个周末的时间 参与社区服务 铁新闻送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